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麼520快到了 新的內閣是怎麼組成 傳出來說賴清德 清明後 就現在 要曝首波的內閣成員 理論上曝應該是 先鋪院長才對 先鋪其他的隔月很奇怪 那到底 到現在孩子不知道 6號賴清德出席 鄭南榮四十三十五週年特展 目前覺得可能的是卓榮泰 有人說卓榮泰配林佳龍 朱晶英也被人拿出來講 沈隆清元的經濟部部長 行政院副委員長也被人拿出來講 說卓榮配的呼聲還滿高的 卓榮泰配林佳龍 另外黨裡面分析 其實真的安全牌 而且跟他能夠搭配的是誰 是鄭麗君 鄭麗君其實跟他 其實如果不是美國壓力 副總統不會選小美琴 我認為副總統會選鄭麗君 另外國防部長也傳出軍種戶卡 以前參謀主長是趙倫的 陸軍輪 空軍 海軍趙倫 國防部長不一定 國防部長有時候文人等等不一定 海軍就認為說不應該是陸軍 尤其現在要潛艦 要照 將來打仗 空權 制空權 制海權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 又說要打什麼城鎮戰 打到最後一兵一組 空軍打最後一兵一組 海軍打最後一兵一組 當然是陸軍也打最後一兵一組 到時候萬一不是陸軍當國防部長 要打城鎮你們去打吧 怎麼打 晚會怎麼看 我覺得因為下個月 就賴準總統就要上任了 我想大家對於兩岸的 和平穩定還是非常的關注 就像剛剛趙大哥講 其實當然是應該院長 要先被定案之後 才開始找他的一個部長 但是這段時間 大家當然也是非常關注 到底誰會是國防部長 是不是真的可以 達到我們兩岸穩定的 這樣的一個前提 卓榮泰因為在賴清德 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卓榮泰就是秘書長 所以這個關係上面 當然是非常的緊密 但是從 我不能說我自己是打賴小組 但是從我過去在做的 相關的揭秘的內容來看 因為賴清德他的決策圈圈 確實也不是很大 因為要讓他信任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即便像陳宗彥這種過去的老陳 非常受到他的信任 但是一旦你有出一個什麼事情 他也是把你劃在非常的外面 所以他的性格上面 我覺得一定要得到他非常大的一個信任 比較好合作 他才會把他任用為這個院長 所以卓榮泰我覺得當然是非常有可能 但是在這個林佳龍的部分 我看他最近好像也不太有出現什麼新聞 或許就是因為賴清德的個性比較小心 他也還在想 就是林佳龍 我是說林佳龍還有在想 所以最近盡量不要讓自己有出新聞這樣子 保留一點可能性 我認為鄭文燦是沒有的 因為鄭文燦事情真的非常多 過去被揭露出來也不少 但是我想他一直可以待到現在 還坐在副院長的這個位置上 已經是賴清德對他非常的寬容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院長的部分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總統 他是滿有可能的 林佳龍大家還在想 但是想要爭取 但是我覺得不管是誰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他上任之後 可以跟賴清德準總統 可以來做一個很好的搭配 因為接下來我們再也 不管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其實都有非常多 委員們都有非常多 想要幫民眾來問的部分 包含這個電價的部分 我想這件事情不能就淡淡的就放下了 現在是確定漲了 但是他的整個這個 在這個春節之前 我們大家才在討論的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電的相關的一個結構 還有他的能源政策 這我覺得還是要能夠招架得住 委員們的相關的一個詢問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選還是要能夠 但是如果卓榮泰來到立法院 回答問題還是軟軟的 我想這個後面能不能坐穩 就是另外一回事 上次陳水扁第一次當選 立法院國民黨多數 對不對 所以陳水扁至少 行政院長還會用一個唐飛 還會講說不然要滾到旁邊 意思我不能都給你 但是我行政院長用你的 雖然沒有黨對黨談判 這次好像根本沒有管國民黨 沒有聽說有沒有去拜會一下 國民黨聽聽國民黨意見 就傳說私下跟民進黨 搞不好要去挖幾個人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最近也沒這個消息了 之前還有這個消息 也沒有黨對黨談判 也沒有黨對黨談判 好像民進黨就自己決定了 立法院你不過半 要是你這些人過來了 你禮貌上至少從政黨政治角度 禮貌上要尊重一下等等 好像都沒有 永平不很怪嗎 不管你的就是 我覺得民進黨因為在蔡英文八年 已經養成了很多壞習慣 所以當她現在突然變成一個 少數總統的時候 我覺得她還調適不過來 尤其是這個跟大家都一直描述的 賴清德的個性 用人小圈圈很固執 你看那個晚會是民眾黨的 可是她對於賴清德的決策模式 跟國民黨藍營的看法 幾乎沒有二制 所以這就表示說賴清德的決策模式 非常小圈圈 喜歡用她自己身邊的人等等等等的 這個是一個大家在政壇裡面 普遍的共識 我這裡必須做一個很良心的建議 我認為賴清德如果她真的清明節後 就要公布部分內閣人選 可是那個內閣人選是很少數人 然後她公布的過程是像擠牙膏這樣子 然後慢慢公布到520 我覺得對她少數總統非常的不利 我今天講這個事情 我不是站在反對黨的立場 我是真的很大局的講 因為我覺得她40% 而且現在台海情勢如此 國際又聚焦在這裡 然後美國又很關心賴清德 你520講什麼話的此刻 你的內閣成員 最好是你完全準備好了 特別是國安團隊是誰 各方面的是誰 然後一次翻牌出來 你因為你擠牙膏式的切割出來 你的這些人就會被單獨挑出來 沒有沒缺點的人 沒有啦 政治是什麼 政治是一個放大的那種 不僅是放大鏡 它是一個凹凸鏡 扭曲 任何好不錯的人 放在那裡頭都發現說 我變得不認識自己了 都奇形怪狀 都被扭曲 所以她如果說擠牙膏式的 我這邊先放三個人 我再放兩個人 我再放什麼 那幾個人就非常悲慘 而且非常有可能 你搞到最後爭議很大 不知道什麼 她有沒有女朋友 有沒有論文 有沒有什麼 突然又通通跑出來 就變成一下子 那個人又得換掉 所以我是真的良心的建議 第二個我真的 非常的良心的建議是 我不敢相信國防部長的討論到今天 顧立雄仍然在討論上 仍然在板子上 我覺得文人部長 多麼不適合此刻的台灣 這還需要大家長篇累讀的來講嗎 兵凶戰危的時候 你搞一個在軍中沒有經歷 沒有帶兵經驗 沒有軍中倫理 不知道誰是跟誰有派系 不知道誰跟誰好 誰跟誰壞 誰會騙你的人 然後全部叫不動的情況下 你這樣子讓台灣的民眾 生活在怎麼樣的一個壓力底下 你可以說邱國正的事件 可能有軍種之戰 我也認同 但是你不管怎麼樣 大家覺得說好吧 以前就有一個說法 你陸軍完了就換海軍 海軍完了就換空軍 大家輪流 這也是一個說法 現在大家比較討論 海軍的原因是因為 海軍正在造艦 這個事情也有他一定的合理性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我希望不是真的 國民黨的不分區的陳永康 因為在立法院做了一個 令行政院長都覺得很專業的質詢之後 竟然聽說陳永康也被接觸 當然陳永康本人有否認 但不管如何就是說 第一個國民黨的人不是說不能夠為國舉財 但是你必須進行黨對黨的接觸 你不要去個別的挖人 你如果要進行黨對黨的 你國民黨應該去接觸 民眾黨也應該去接觸 我覺得就算賴清德心有所屬 喜歡小圈圈 你好歹跟國民黨跟民眾黨 禮貌行禮如宜走一個過場都好 這樣子 起碼大家對於520後的情勢 也許60%沒有投票給賴清德的人 會稍微有安心一點 那位居然 我覺得就是說這一次賴清德 因為他是所謂的少數總統 他只有40%的一個名義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 所有檯面上這些人說真的 都是冷放熱潮 對我們來說都是了無新意 如何 剛剛趙大哥有提到 陳水扁少數總統39% 他用了唐飛當格魁 然後馬英九上任也用了劉兆選 是學者的一個內閣 蔡英文也用了林權當格魁 但是你現在賴清德 說真的我們可能以為 會有學者會有一些亮點 但是看起來還是從他們自己 派系裡面的一個平衡為主 這樣的一個總統 就會變得很危險 就像剛剛永平委員提到 就是說你現在在整個兩岸局勢 這麼緊張的一個狀態之下 整個國內你又是少數 在立法院你又不是多數 你如何讓整個台灣的 這個國家的政策 運作可以更加的順暢 是你應該首先要考慮的 但是你感覺現在所有討論的人 都完全沒有任何的量 都是所謂的冷飯熱場 當然民眾會安心嗎 不會 這樣如果民眾不安心 當然這樣的局勢會繼續的一個動盪 或是說大家會覺得非常的不安 這時候你未來520上任之後 你會面臨到了這樣的一個 國際的局勢兩岸局更加嚴峻 那應該如何來面對 我想這我們還是希望說 隔魁的一個 不管是隔魁或他的隔園的一個 新亮點 應該要在這個時候把它體現出來 不管你用了NGO 不管你用了其他黨派的一個人選 你應該剛剛提到 大家應該黨對黨之間的一個合作 不管是選前賴清德 小美都講過說 希望可以聽到 不支持他們的一個聲音 但是目前看起來 目前是沒有這樣子做的 所以我們還是奉獻賴清德 應該要聽聽另外60%的聲音 把國家的這個大政方針的方向 抓準才是對的 就一下講回來 今天4月8號 中選會把判免謝國良的提議書 4月8號他們送給中選會 所以收到了 這是收據 是今天開的 那多少人呢 3436人 基本上他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需要3080人提議 因為基隆市的選民是307,913人 第一個階段是3,080人 第二個階段是37,992人 第二個階段就是10%了 看起來第一階段是1% 大概差不多這樣 第三階段就叫76,949票 第三階段就是四分之一的選民 四分之一的選民支持 其實也不是很合理 因為我選舉 我可能超過一半的支持 我怎麼四分之一 就可以把我罷免了 但現在法律就是這樣規定 所以現在罷免縣市首長其實滿容易的 罷免議員不太容易 整個法律對議員來講 他多選比較難按照法律來說 基隆現在宣布電動車免費零月租 而且基隆市政府宣布不限量 其實這次薛果然選舉的時候 證件我記得 證件就是這個東西 果然第一天就超過1300%申請 因為這個只不過六個小時開跑 就超過破千 謝國長重申不限量 不限時 擴大辦理 通通來 核心呼來 被批評 當然一定被批評 所以你是撒錢 謝國長說 撒什麼錢 不分朝野議員提案通過的 民進黨議員也通過 要給選民他敢不通過嗎 對不對 給一個方便 騎個電動車 而且減少空氣汙染 你知道一個摩托車 汙染量如果嚴重的時候 是超過汽車的 電動汽車多 又省能源 又不汙染 被質疑說是罷免連署的時候 大撒幣 綠營就開酸 投罷免票之前 你乾脆送汽車算 被人送一部電動車算 如果這樣的話 謝國長不但是不會被罷免 保證連任 高票連任 所以媒體就說 謝國長是用趁機扭轉罷免的勢力 給電動機車 其實他選舉的證件 用這個來扭轉 到底有沒有效 可不可能 來 洪璐兄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 當然你用機車的話 電動機車 這當然是他的選舉的時候 他的證件 如果現在擴大辦理 在法律上來講 文明不能說他錯了 不過我覺得 這個 我認為 我去給你申請電動機車的人 跟我去連署這個 要不要罷免 我覺得可能有人會分開來做 就是我也去哪裡 去申請你的機車 但這個連署我也會去連署 我覺得可能很多的人 也會這樣做 今天我們有看到就是說 中選會已經收了他這個 可是我覺得第二階段 要三萬多人 我覺得這個三萬多人 你是要之前的這一個 第一階段的這些要扣掉 這些要扣掉 所以還要再另外三萬 在這段期間之內 能不能達到這個人數 我覺得這個可能 多少時間 我記得是幾個月以內 所以能不能夠達到這一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相當高的困難度 這個困難度也很高 為什麼我說困難度高 第一階段連署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簽名 你只要什麼就好 第二階段的時候 你要有身分證 要有身分證 表示我是真的這個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這一次的這一個 這個就是罷免的 這個叫做一個什麼 什麼三海公民拆糧行動聯盟 這個 我覺得他們第二階段的 要達到三萬多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要有 很強的一個動力 才能夠達到三萬多 我覺得以前的罷免 都有政黨在後面支持 這次是沒有 這一點我覺得他們 可惜還要相當大的努力 我覺得真正公平是什麼 當選多少票 我罷免就有多少票 這合理 對 這是每個地方不一樣 假如我當免 譬如說我講有十個候選人 可能當選只要20%就當選了 我只要20%票就可以罷免 如果只有兩個候選人 我當選是80%票當選人 罷免我當然有80% 你怎麼可以25%就罷免 這法律是有問題的 王輝 我覺得像趙大哥講 就是罷免的這個門檻 一直都是在討論的這個範圍 倒是在立法院的 我們可以再重新來檢視一下 那是當初黃國昌提議的 所以我就說可以再檢視一下 再研究一下 我們來講 因為柯文哲對謝國長這件事情 他早就定調了 就是法律問題不要政治解決 因為第二階段到5月初才會開始 所以這段時間我想大家也會觀察 我們這個謝市長 他在這段時間做什麼 因為我們他的副帳也是民眾黨的 我想要一起努力 我看到在這次震災的時候 基隆市的消防局也是第一時間 就有提供相關的一個協助 拉邦阿剛剛提到的 有關一些永續的一些發展 就是你要讓基隆市民有感 因為第二階段的這個連署 其實還是門檻是比較高 有到3萬多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就是謝市長 因為我覺得他之前那一段的 有關Net的這一段 我認為他政治公關的處理 並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他這段時間 當然做事很重要 當然跟民眾的溝通也非常重要 我覺得基隆這一次 其實整個罷免案 來自於Net的那一個 東岸廣場商場的那一個爭議 那個爭議 他當然可以有很多的討論的空間 但我覺得對於基隆市民來講 一個市長努力的捍衛基隆市的財產 然後不要被任何的財團所剝奪走 這難道不是一個該做的事情嗎 因為我其實是因為這個案子 我才藉由台北市議員告訴我 而且是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告訴我說 Net在西門町就有潛力 就是他是房客 然後就不肯搬遷 拒不肯搬遷 一直到台北市政府 跟他對部公堂了之後 他不得已才搬遷 其實這一次Net也是一樣 他是房客的房客 他拒不搬遷 然後講了各式各樣的理由 然後他最後唯一 料出來的那句狠話就是 你好歹要等到法院來執行 等到法院執行要等多少年的時間 三 五年以後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在那邊拖個三 五年 你繼續去賺大錢嗎 有這種事嗎 無論如何 這是基隆市政府的財產 所以如果你Net之前 有這樣的潛力 基隆市政府努力的捍衛 基隆市政府的財產 這有什麼不對呢 然後換東岸廣場 商場 一個合理的運作空間 這有什麼不對呢 你說現在我在罷免期間 所以你不應該去送電動機車 我就不懂了 這不是他的政見嗎 對 這是他的政見 而且他的政見就是 你要做工藝 然後再結合著 我要控制環境污染的問題 因為基隆地狹人稠 然後道路都非常的狹窄 所以用電動機車 然後減少污染 然後同時又可以 增加他的機動性 如果這一個政見 是受歡迎的政見 如果他不執行才是問題 因為他的政見 是他很重要的政見 當選他要落實 馬大威姐 所以我覺得剛剛 我們上一段有提到說 蔡英文一直在強調 要相信散的循環持續擴散 但是我說真的 這樣的一個罷免的一個方式 對一般的民眾來講 我覺得尤其像可能基隆這個地方 或許民風也還是相對純樸的 你說一定要用這種罷免的形式 讓市長下台 我說真的 像剛剛趙大哥講的 其實你應該是當選多少 罷免人數多少 結果你好 你現在就開始進行 這樣的一個政治的一個動作 雖然說這些民眾都自稱 是所謂的一個公民自己的 自主性的一個發動 但是我想因為政黨政治的一個競爭 我想當然一定去支持他的多數 倒還是反對 當時沒有投給謝國良 這樣的人會居多 這樣的一個循環 就是一個對立跟沒辦法散的 循環的一個狀態之下 互相的衝撞 所以我想謝國良他 後來也有講到說 沒關係他就不再隨之起舞 所以回到認真在市政上 所以按照他們自己的一個說明 就說在4月6號 他們電動機車的申請量 已經將近3000份了 所以就是說他回歸市政 他也不跟你在政治的一個 鬥爭跟口水 雖然說你可以認同他 不認同他 但是我還是必須強調 任何一場的罷免的動作 勞民傷財還製造對立 罷免一次 我想他們也統計過 罷免要花2500萬 補選再花2500萬 我說真的 這些也都是名指名高 我們應該讓他好好做完 四年 四年之後 讓民眾重新的檢驗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 民主的一個價值 好 故宮博物院 兩年前啟動修復及再利用計劃 要在正門設立一個玻璃入口庭 所以被認為說可能會遮蔽整體的意向 前面有一個玻璃管擋住 被文字會否決 現在計劃又改了 捲土重來 故宮上個月舉行說明會 還是要設立一個入口庭 規劃二樓設咖啡廳 民間團體就說擔心故宮變成不中不息 不倫不內 另外如果發生火災意外 也很麻煩 那什麼意思 就是正面增加一個入口庭 一個入口庭在這裡 從側面 因為你從側面看 從側面看 大家看得出來 這是正館在這裡 有一個庭在這裡入口庭 大概我想他可能 因為故宮參觀人很多 最近人不多的 但是大陸觀光客開放的時候人很多 韓國 日本客也很喜歡 所以在這個時候 也許要一些容納遊客的地方 否則在那邊排隊 搞得很擠等等 但是被批 說是去中 被批是醜號 在那邊搞一個咖啡館 你可以喝咖啡休息 柯智恩說前年已經被否決了 現在又闖關 吳思耀就說 這叫新舊併存 你沒有去羅浮宮看嗎 前面不是有一個玻璃的 背名設計的金字塔嗎 開始大家都反對 整個法國都反對 後來還是用了 現在大家都說好 在做新舊併存 是世界的趨勢 他說除了這個以外 大陰博物館 玻璃頂上用玻璃窮裡來設計 到底會不會變成國際笑話 有不同的看法 另外故宮的回應 故宮回應說經過四次擴建 其實原貌已經改了 這一次說大家都在鎮館周圍 其實好幾個團體去投標 說大家都要新增遊客空間 認為遊客空間太小 另外中末團隊 應該是費中邁了 費中邁是費華的兒子 以前財政部長費中邁 就想創造連結鎮館地下一樓 一樓跟二樓的動線 所以排在鎮館的前方 然後可以連結那個動線 就是入口庭 然後因為鎮館被登記為 北市歷史建築 所以要依文資法宋審 文資委員認為過大 擋住鎮館沒有通過 要修改 所以現在大概又修改了 大概看印象 看這講法應該是這樣 將來怎麼辦 就是入口庭高度降低 也避免遮住鎮館 把這個高度降低 避免遮住鎮館 另外故宮伯爺說 我們絕對沒有要去中化 絕對沒有 但媒體也說你這個溝通很差 你到底講應該 跟大家好好溝通 文化界人士各方面是溝通一下 說為什麼要這樣做等等 因為故宮北院 南院是另外的 已經被列為歷史建築了 永平 是不是你們那時候搞的 不是 這個列為歷史建築 是在我之前就已經被列入了 因為故宮的角色太重要 但是我確實跟大家 講一下文資法的修法 因為那個確實是 我在擔任立法委員任內 而且我親自參與的修法 就是這個文資法修法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說古蹟或者是歷史建築 你不可以被遮蔽 這是我們寫白紙黑字在 文資法修法條文裡面的 所以當時台北市的文資委員會 為什麼會否決 因為一開始那個照片 大家有看到它的那個 說是好幾個版本的那個圖 其實它的那個比例還滿大的 它把那個故宮的正面 對 它的比例滿大的 大家要看這個就 玻璃屋的比例滿大的 玻璃屋的比例滿大 它的正面整個就被遮住了 你看像這張圖是沒有那個的 就清清楚楚 降低了 對不對 就清清楚楚 對 但是這個就很大 這個只要遮蔽古蹟這件事情 其實在文資會 至少我以前做文化局長的經驗 都不會通過的 當時我們為了遮蔽古蹟 還有好多好幾個案子 後來都否決 也是這一點 吳思瑤的解釋 去扯羅浮宮跟被譽明這個事情 確實沒有錯 當年羅浮宮被譽明的那種 算是比較前衛性顛覆性的做法 法國也引發很大的爭議 可是有去過羅浮宮的人 像我是親自有去的 你實際看你就知道說 被譽明的設計的大小 對於整個羅浮宮的正面來講 相當小 相當小 完全沒有蓋住 而且跟它的距離還相當的隔 我們為什麼故宮很難這樣設計 是因為去過故宮都知道 它那個腹地不夠深 你不管今天做什麼樣的設計 你如果設計是真的你的比例 是像羅浮宮跟被譽明的那個 玻璃金字塔的那個設計 一樣的那個比例的話 這個故宮的設計 不要遮蔽它 它就會變非常小 非常小 它就不叫遊客休憩空間了 那就叫一個公共藝術 那個公共藝術在故宮前面 有必要嗎 對不對 大家就馬上會覺得沒這必要 而且他們更講說什麼 遊客的考慮 那更好笑了 因為遊客的巔峰期的時候 故宮那個時候 大排長龍的時候 你就知道遊客真的很多的時候 你要廣場性的動線 你才好安排 結果你現在把建築物搞下去 不要講遮蔽古蹟不行 你又佔據了遊客的空間 那是不是表示一件事情 我先不講 他民進黨的動機是不是去中 這表示說 他們覺得遊客會一直很少 他們會一直很沒信心 然後會一直少到 都不會有人在故宮前面排隊 然後導致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建築物 佔據了空間 這樣也可以嗎 所以我倒覺得 不要為一時的 這個遊客的多寡 做一些決策 這個以後會非常的後悔 至於說故宮的動線 能不能做一種更友善的修改 甚至裡面 因為大的好的博物館 裡面多半會有比較好的餐飲設施 事實上失火的問題 你只要考慮絕對不使用明火 因為這個在台灣已經非常有見 這些基本上都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以他目前的設計 我覺得還是對文資會來講 恐怕還是不能接受 你這勾起我一個回憶 當年我到環保署上的時候 法國環保部長要我們去 我就帶了環保署幾個首長去 然後因為開會參觀 就去看一下羅浮宮 剛剛設計沒有多久 我就說羅浮宮為什麼要替法國設計 為什麼不替我們設計 替你設計什麼 焚化炉 他怎麼可能幫你設計焚化炉 這不可能 發現給他 發現到紐約他的事務所 我們的當時台北線的巴黎 新竹兩個焚化炉 居然回去願意幫我們設計 太棒了 所以你看現在變成大家觀光一個景點 對 世界的大師 貝玉銘替我們設計防化炉 公務員要有點創意 我們看一下 來到故宮觀光客的打卡景點 不過現在有意要在一樓 規劃玻璃的入口亭 會持續到二樓的鴻門外面 不過現在就被指控 有可能會擋到鴻門上面的 中山博物院五個字 就怕會影響故宮氣勢 因為在再修復計畫中 堅持要在主體建築外 蓋上玻璃入口亭 與兩年前版本相比 從完整的斜屋頂 變成折面屋頂 總長度縮減六公尺 高度也降低 這回強調是為了避免遮到正觀 就怕改變原有的美甘及景觀 讓故宮變得不中不息 因為還規劃要在二樓設立咖啡廳 在整個案子的設計還有需求 其實是基於博物館的公共服務 任何區種化的這樣疑慮 完全是只需無有 強調設計需求 需要優化公共服務空間 在3月1號及2號的公開說明會 也放上空間模擬動畫 只是兩年前 才被北市文資委員 以10比2強勢否決 剛好碰上今年3月 文資委員換屆 傳出部分人士認同新方案 因為最終拍板全是 北市文化局的文資會 目前的話 新的案子還沒有送進來 確實是會經過 需要經過文資會的審議 那通過之後才可以執行 修復計畫捲土重來 設計風格 如何在新宙間平衡 也讓故宮新案 陷入政治角力戰 俞正 你是中文系畢業的 怎麼看 因為我之前還去故宮 去上個會期 有一次我們辦參訪 然後剛好建築師他們也有去 然後就在看故宮的內部 我們看了一些東西 那時候過往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委員會辦了一個參訪 我忘記什麼事情了 對 然後那個 那時候就在講故宮要修復 我們剛好後來就是在二樓 上面那個咖啡廳 就是在現有的咖啡廳 在那邊坐這邊吃中午 在那邊吃飯 那天應該不是假日 所以我不會覺得人潮很多 現在就是說他做這個是不是 剛剛如果看相關的報道 他是不是真的會擋到 中山博物館那些字 或者是他怎麼樣來改變 然後會不會整體的這個美感 造成這個突兀 就是整個建築物的美感 這個當然是 文字會也是應該是相當專業的 他們也是 這個委員會也是有一個 一個相當一個整個的委員 對 而且裡面 建築專家很多 好幾位 那個漢寶德老師還在世的時候 我在文化獎任內 他就是我們的委員 文字委員 所以你看位階是很高的 都是很一時之選 我必須說文字委員會的委員 突然想起來馬英九不是今天 也去參觀故宮 北京故宮博物館 不過發出來 真的故宮寶貝其實都在我們這邊 比較多 他們後來都是拿不走的 或是後來又發掘 到了後來又發掘很多東西 其實國際博物館的行業裡頭 公認故宮是全世界的五大博物館之一 就是你怎麼去排 這裡面可能有一兩個 還有出出入入的 但是故宮絕對放在其中的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跟大英博物館 然後他們這些都是齊名的 因為他的藏物是非常驚人的 在全世界來講都是 有相當大的一個地位的 我覺得 好 我覺得我不敢說 這個美感的部分 我一定比別人強 可是我怎麼也看不出來 就是第一 我看不出來這件事情 蓋完了之後對於遊客的 動線有什麼樣子的改善 這是第一個我不解的地方 一定會阻礙動線 他只是讓他進去可以休息 我看不出來 有好像改善在什麼地方這樣 第二個部分 真的也容我是個門外漢 我也看不出來美感在什麼地方 就是文資會上次否決 我相信在美感上面 已經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我現在看到他的所謂的改善 但是我也看不出來美感在什麼地方 就這兩件事情 一個是給遊客更方便的空間 因為我去過故宮很多次 在人最多的時候 或人最少的時候 我都不斷的去故宮 那個排隊的那個空間 我看不出來在這個空間 有什麼樣子的地方 可以改善排隊的 最多就是你多一個咖啡廳 可是他現在三樓的咖啡廳 其實經營得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整體來說 我看不出遊客方便在什麼地方 我也看不出來美感在什麼樣的地方 所以這當然建築界的人 可以好好的來討論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建築物 別破壞了 不是 基本上 因為他現在計劃就是要改造它 那些建築師來投標 那都不改造 你投什麼標 我怎麼樣 我都要給你加 我怎麼加呢 我又不能加你後面 在前面給你想花樣 對不對 加這個加那個 不是 現在也沒有不好看 幹嘛要改造 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什麼去中話 但有沒有醜話 真的是大家可以 可以去去中話 你講話可以去中話 我不認為一個故宮 要故意給他去中話 但醜話我覺得大家可以投入 可是我覺得故宮 沒有真的做到溝通的一個責任 而且我們這個主事者 我覺得眼光不夠宏大 你就認為一個玻璃屋就這樣子 我如果是我 我會考慮就是說 我們的廣場那麼大 你廣場裡面挖地下室 然後再做整個動線 你多花一點錢 你的整個也沒有改變 你裡面東西去改變 你看廣場下面那個 有多大的可以地下室空間 你的外表也不改變 然後你可以多很多的東西 你要有一個高度去做這件事情 目的是何在 你不只要大家在休息 目的是說展覽 展出更多的東西 避免幾年輪流很多人看不到 你的目的怎麼先搞清楚 休息一下 早安 好 馬英九訪問大陸 今天幹嘛去參觀北京故宮 我想他也沒想到台灣故宮圈 引起很大的爭議 大陸國大辦主任 宋濤陪同他 今天因為禮拜一 故宮修館 很多美術館 博物館都是禮拜一修館 因為週末人會比較多 今天就為了馬英九一個人開放 你看個過癮 北京故宮的地方也很大 我們為什麼放到最後一段 我們在等說他有沒有跟習近平見面 今天大家都說八號要跟習近平見面 都沒見 到現在為止至少沒見 晚上會不會見我們不知道 也許晚上突然見 因為他今天晚上本來是要跟北京的 市政府的官員見面 所以也有可能習近平說我見了 你們換個時間也有可能 現在不知道 當然原來說可能會延到10號 10號民進黨就很生氣 為什麼10號是美國跟日本 總統跟首先要見面的日子 就是說是不是故意把馬英九 跟習近平見面放在10號 來衝平衡 美國跟日本領袖見面的時間 是不是這樣不知道 至少到現在為止 但是也有滿滿可靠的消息說 今天一定會見 就算下午不見 晚上也會見 等到見了以後 我們再跟大家做分析報導 因為他到底談些什麼等等 光見面也沒什麼好講的 當然見面也是個意義 但談什麼可能也滿重要的 除這個以外 廣社大學 當時要進教育基本法 廣社高中大學 小班小校 然後教育應該什麼現代化等等 講到四個 當時這些教育團提了四個主張 30年了 在30年前的4月10號 他們走上街頭 30年了 到底現在怎麼樣 今年已經到現在為止 15個學校退場了 再過幾年 他們說可能會50個 甚至80個學校退場 搞不下去了 他們講說當時用意很好 但是誰知道少子化 所以你們都不生呢 其實現在少子化原因 當然很多房價貴 其實我也跟年輕人談過 年輕人也講過說 教育來越改學生負擔越重 現在學生多可憐 從一大早 現在以前有一段時間 私立學校不見得有人要念的 除了很好的學校 現在私立學校搶破頭了 我最近一個朋友托我了 說能不能去介紹一個私立學校 說這學生很優秀他講 大概進小學都要考試 結果一考 他說孩子很優秀 一考下來四千多人去報名 考三千多名 我說就不要再談了 這差太遠 你考第三百名也學了 你考了三千多名 怎麼好意思 對不對 就算了 說報名又比前更 比去年還多很多這樣 少學 所以等於是 甚至從幼稚園調開始 一路到大學 到大學當然就放鬆了 到高中都很辛苦 學生真的是很辛苦 教改的目的 都講說要減輕學生負擔 教改減輕了學生負擔嗎 沒有 還有現在搞什麼歷程 什麼學習歷程 這是害死的東西 學美國 每次學美國都學個不倫不類 半調子 然後把大家都搞死了 真的這樣 好吧 現在很多當時的專科 還不錯的三專五專 職業學校 至少培養出一些技術人才 也慢慢都升成學院 升成大學都升了 其實以前你說台北公專多好 對不對 大家提到什麼屏東農專 這是都很好的學校 現在都淹沒在大學裡面 真的滿可惜的 而且大學退場遺堵是 現在是 學界說是無法回頭錯誤的政策 而且譬如說國立大學 好大學 台大等等這些教授 二 三十年前做個待遇 到現在還拿這個待遇 為什麼不能加 一堆國立大學升上來了 加了你要不要加其他國立大學 要不要加 政府能力沒有這麼多 讓所有國立大學老師都加錢 所以至少大家都不加 其實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台灣喜歡搞這個齊頭的平等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實在是要命 來 王輝 我先講就是從這個 私校退場條例開始 這個專案輔導學校 我看這個教育部是表示說 今年應該不太會再有私校 進入這個專案輔導 我自己在上一個會期的時候 其實也有接過私校的一個陳情 其實教育部因為過去 大概也比較沒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在所謂的專案輔導上面 我覺得其實官樣太多 沒有真的來協助這一些 要退場的私校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出路 包含像我們宜蘭到現在 都還有一些私校 所送的一些相關轉型的案件 到現在都還沒有被很好的一個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已經要退場的私校 我覺得教育部要去好好去面對 他們退場之後的一些 相關的輔導機制 跟他們轉型的部分 這部分應該要再務實的 去做一個執行 另外我要講的就是 像這個李遠哲說不是我的錯 這個108克綱 因為我們自己小朋友 我們家兒子是第一屆的 108克綱的這個 我覺得這是受害者 因為現在的108克綱之後 小孩的loading更重了 最近這個 我看這個地生發生 那天是7點58分 很多是學校傳出來的訊息 小朋友7點58分 已經在學校做了非常多的一個事情 所以小孩是跟爸爸媽媽一樣 很早就要出門上班 他們去上課這樣子 現在的一個loading是來自於 這108克綱講是說 希望可以學以致用 然後可以素養導向 但是為了素養導向 現在小孩的大學考試 是要準備兩種的 就是剛剛趙大哥提到 這學習歷程 這根本就是家長的軍備競賽 這樣子 完全是看家長家裡的能力 你的人際網絡 可以幫這個小孩 可以去多少地方實習 這個是會有很嚴重的一個 偏鄉跟城市的一個差別 另外如果你第一階段 有關這個學習歷程 如果做得不好 沒有考上沒關係 第二階段就考試 就是你就要全部要 把每一科都讀得非常精熟 兩個階段考的東西 時間也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現在的一個教改 其實是真的讓家長 疲於奔命之外 小孩子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提到這個賴清德政府 上來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重新去檢視一下 這個教育的制度 這108克綱 當時也花了很多的力氣 去讓專家們討論 1994年那時候成立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時候 我還記得那個是我的獨家新聞 頭版頭條 然後委員名單 這個 但是當時的利益或許很好 可是現在回頭去看 它有太多的錯誤 當時訴求叫做快樂學習 對不起 快樂學習是錯誤的 因為沒有任何學習 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 這跟人生的境界 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廣設高中大學 當然是最大的問題 李遠哲現在撇清責任 我要告訴李遠哲 你絕對負擔最大的責任 那宏盧兄 當然是在平靜責任 都是別人的責任 對 現在如果要上大學 其實不難 但要上好的大學 比以前更困難 我覺得現在就是這樣子 但如果說 這個少子化是我們 要退場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教育的一個檢討 我覺得刻不容緩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 一世冰中生 我們等到